郭艾伦摊牌韩德军直接传递两大信号 辽兰一席一忧 杨明将面对最难抉择 辽宁达兰兰第三阶段还要全速冲冠 但是与此同时 他们很关注的就是郭艾伦的伤病情况 如果本赛季在杨明回归的情况下 辽宁队能够阵容齐者 那么他们就是第一响队 但如果少了郭艾伦 这会成为他们季后赛的最大隐患和致命的死穴 而在此之前 郭艾伦亲自曝光了他和韩德军的两张截图 其中你能够感觉到他有两重言外之意 是已经摊牌了 当时郭少和大汉 他们两个是辽宁队这么多年的老搭档 可以说是对魂级别的存在了 郭艾伦就和韩德军聊了聊 表示说自己可能要出去治疗了 韩德军也是在喊话郭艾伦说 希望他赶紧回来 我还等着跟你打配合呢 郭艾伦说我肯定会回来的哥 我还是个孩子 咱们两个配合的时间还有很多 韩德军说哥已经挺不住了 这膝盖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疼 看得出来大汉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心酸 但更重要的是 郭艾伦现在也已经坦白 他说我签证一下来立刻就走 他们两个的对话确实可以传递出一些信息 这次郭艾伦去的是西班牙 乌哥教练给他利用自己的人脉 去联系了一些能够去帮他治疗伤病的人 在西班牙有专家专门去治疗他的腿伤 但是呢这可能也是传递了两个信号 一个是什么 一个就是某种程度上 郭艾伦这次治伤很可能就导致 他要告别这个赛季了 去西班牙 尤其是去国外治疗严重的这种腿部的伤病 这不是说一两周或者说一两个月能搞定的 这赛季郭艾伦可能都赶不及再付出了 所以韩德军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你再不回来 咱哥俩就配不上了 因为韩德军自己年纪已经很大了 37了 今年如果郭艾伦再不回来 你说后面他要是再晚一点 再有伤病 以后还有郭寒连线了 可能就没了 还有一点 郭艾伦说我还是个孩子 咱们两个配合的时间还有很多 可能某种程度上也是意味着 这一次郭艾伦和辽宁对续约 应当是不成问题 他会和这帮老兄弟们去继续征战 打拼 争夺冠军 但是 我们说就算你能继续征冠 你也很难去继续啊 再拿顶线的 郭艾伦可能也是传递出了 愿意和辽兰续约的态度 这是个好消息 但是本赛季很可能回不来了 因为要去国外去除掉这个伤病 这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事 所以韩子军才会发出这种感慨 我们也能够发现 这个截图确实意味着 辽宁队有不好的消息 这个赛季阵红可能完成不了 但有好消息 郭艾伦从未想过 离开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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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 再来 谢谢大家